这套模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经典呢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整个工艺 它的设计过程 首先从一个片料一步一步 不见成型 先冲孔再折弯再成型 最后切断 整个产品的过程设计的非常完美 这套工艺是先切外形再打头包 然后再冲孔 最后直接进行折弯 那么折弯的话两边可以分开折 像这个折弯的同时 可以把这个加强筋给它移并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模具设计的时候 它这个模具上下模的一些运动过程 以及成型过程 模具本身不是特别的大 也不是特别的长 中规中矩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细节 整个细节做的还是比较 动画还是做的比较美观的 大家觉得这套模具设计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的评论下方经历 学习了解更多模具设计 请在评论区回复学习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